所以清朝小哥哥们都不用担心发际线的问题了 纵观人类的文明时 从东方到西方 从古代到近代 有无数风流人物与谢顶相伴终生 而在影响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众多知名人物中 有脱发迹象的也是不在少数 你头顶的赠光瓦亮并不是头皮的反光 也许是来自灵魂的黄金精神 是人类勇气的赞格 或许在将来还会改变历史的形成 如果脱发已经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你是要在原地继续抱怨 还是顶着一颗光亮的脑袋 向人生的目标进发 这是位于高新开发区的一座软件园 对于小陈而言 今天是他事业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天 这是因为他所在的团队起早贪黑 加班熬夜了大半年的劳动成果 将迎接挑剔的目光 接受专业人士的考验 今天向大家呈现的是我们团队引入的这个TressFX毛发模拟技术 TressFX技术 利用GPU的并行化数据处理能力 能够快速地进行模拟渲染逼针的高质量毛发 利用Computer Shader GPU可以同时处理几十万根头发的运算 虽然这些复杂的语言听起来不像人话 但正是得益于这些技术 游戏中人物的头发受到重力 锋利 以及头部运动影响时 也可以真实自然地呈现 不仅如此 小珍他们还可以制作更复杂的发型 比如卷发和长发 虽然只是一个细节的优化 但得到了无数玩家和业内大佬的认可 就满意地想给自己加个鸡腿 对于长得有点着急的90后小陈而言 他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 但就算开发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发斯技术 却也改变不了正在拖发的自己 也许这就是世间所谓的物质守恒定律 感谢观看